男孩坐在树上 把弹弓对准天上即将飞来的轰炸机 当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时 却发现身旁空无一人 好心的邻居冲进来 把他从窗户推了出去 他努力跑出了敌人的视线 再回过头 自己的家已经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乌零零的谢尔盖跑进树林 无助地喊着 渐渐地 他明白他再也见不到妈妈 他开始坚强起来 渴了就喝雨水 饿了就在树林里找食物吃 遇到野兽 还拿起木棍当武器吓唬他们 但是令他最害怕的还是出现了 三个德国士兵来树林里巡逻 小谢尔盖只能钻进一个树洞里 可以抬头 发现竟有一条毒蛇盘旋在头顶 他用小手紧紧地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因为跟毒蛇比起来 那些残忍的德国兵更可怕 德国兵走后 谢尔盖继续在丛林里流浪 不知过了多久 小谢尔盖终于熬不住了 昏睡之前 他低声向身旁的刺猬求救 好在一名苏联侦察兵发现了他 并把他带回了军营 当指挥官看到战士怀里的孩子 瞬间愣住了 一向铁面的指挥官 直接被他逗乐了 当众人问及他的父母在哪里时 坚强的谢尔盖再也绷不住了 大家连忙把谢尔盖抱在怀里安慰 谢尔盖被安排到部队的医院里治疗 在这里 他认识了温柔美丽的护士姐姐卡加 天性活泼的谢尔盖 也很快和众人打成一片 谢尔盖的出现 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士兵 仿佛看到了家的温馨 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指挥官看到他 也是满脸祥和 谢尔盖想看枪 他就把自己的配枪卸下诞架拿给他 谢尔盖的到来给所有人带来了快乐 护士卡加恳求指挥官 能让谢尔盖留在这里 但却被指挥官一口回绝 一个六岁的孩子昏迷前 祈求刺猬能救救他 结果很快他就被路过的士兵找到了 他成了部队里的宠儿 他的到来 让残酷的战场多了很多欢声笑语 可一个孩子毕竟不属于这里 指挥官必须要送走他 临行前 谢尔盖并没有哭闹 他不断地向指挥官 展示着自己在这里学到的 指挥官使劲克制自己的情绪 极力回避着谢尔盖的眼神 他把自己亲手制作的玩具手枪 送给谢尔盖 谢尔盖一把抱住指挥官 稚嫩的声音不断冲击着指挥官的心 此刻指挥官终于明白 他和战士们 也许是谢尔盖在世上唯一的依靠 他认真地问谢尔盖 听说谢尔盖可以留下来了 战士们非常高兴 他们连夜为谢尔盖做了一套小军装 穿上军装 小谢尔盖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士兵 他威风神器地在营地里跑来跑去 可就在这时 这一刻 谢尔盖终于认识到了战争的可怕 他亲眼看到 昨天还有说有笑的士兵 今天却身负重伤 奄奄一息 懂事的谢尔盖跑进帐篷里 给每一位受伤的士兵喂水喝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还站在台子上唱歌给他们听 稚嫩的声音 让每一个想家的战士都煽然泪下 随着战士的推进 受伤的士兵越来越多 本来想拉着爸爸 感谢一下给自己做衣服的裁缝 却看到了被炸毁的缝纫机 谢尔盖学着爸爸的样子 脱下军帽 此刻开始他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为大家减少负担 第二天 他学着大人的样子 给自己刮胡子 还会在战士们路过的时候 给他们敬礼 随后 他来到指挥官爸爸的军营 主动请应要成为一名通勤兵 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给战士们送信 士兵们看到谢尔盖都很亲切 更何况他还带来了家书 调皮的谢尔盖把信藏在身后 他让取信的士兵先跳个舞 几天之后 当小谢尔盖再次跑来送信时 上次欢快起舞的士兵却已经不在了 谢尔盖缓缓摘下军帽向士兵致敬 低着头默默地离去 这天谢尔盖学着侦察兵的样子准备巡逻 却在望远镜中发现了意外收获 草堆里有一只会动的脚 于是他立刻跑回营地 跟战士们汇报了自己的发现 随后侦察兵赶紧带人过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点燃了草落 果然从里面跑出了两个德国士兵 看着缴获的电台 侦察兵惊呆了 这是给敌人提供轰炸坐标的 要不是谢尔盖 后果将不敢想象 但是立了大功的谢尔盖 并没有骄傲自满到处炫耀 若不是侦察兵告诉指挥官 指挥官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么优秀 不久后 敌人对阵地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谢尔盖拖着重重的弹药箱 给战士们送不及 拿到弹药的胖叔大声喊着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可谢尔盖不仅没走 接下来他还立下了更大的功劳 战火纷飞中 一个六岁的男孩匍匐前进 他要完成一个任务 作战指挥部的电话线被炸断了 他捋着电话线一点点摸索 竟然不知不觉爬出了战壕 凭借自己较小的目标 他很快爬到了手持电话线的士兵跟前 身负重伤的士兵 用最后的力气 教会了他如何接电线 随着电线的交叉 通讯终于恢复了 他们也因此打赢了这场仗 可没人知道 这场胜利的背后 有着谢尔盖很大的功劳 不久 谢尔盖所在的部队被调离前线 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 甚至很多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终于和大部队会合了 来到指挥室 谢尔盖像往常一样 来到父亲面前领取任务 拿到任务他就高兴地跑开了 这次他要检查战士们的装备补给情况 但是战士们看到谢尔盖 都掩饰不住对他的喜爱 一名战士甚至拿出珍藏许久的巧克力送给他 谢尔盖虽然非常想吃 但他还是忍住了诱惑 战士们整齐地排好队 接受谢尔盖的检查 不会写字的他 还让旁边的连长帮忙记下士兵的姓名 当谢尔盖把物资清单交给将军的时候 一旁的指挥官父亲满脸欣慰 将军问谢尔盖想要什么奖励 可谢尔盖的要求 差点让父亲羞愧地钻到地底下 晚上 谢尔盖拉着父亲的手在树林散步 可敌人的轰炸突然来袭 父亲被炸起来的重 压在下面动弹不得 谢尔盖连忙上前 想搬动木头 可他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济于事 他只好去请求别人帮忙 因为抢救及时 指挥官没有性命危险 看到病床上动弹不得的爸爸 谢尔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不怕流血 甚至不怕付出生命 但是他真的害怕再一次失去家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六岁的小士兵谢尔盖 是二战战场上年龄最小的士兵 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 部队将军亲手给谢尔盖颁发了荣誉勋章 谢尔盖的各种表现 懂事得让人心疼 这本不是一个六岁孩子应该承受的 但战争又怎么会因为有孩子而停止 愿世界和平 愿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都能被温柔以待